德云社观众接茬能有多狠 杂卦街包袱张口就来 气得月月当场不想再说相声 月月也想不到 台下的观众有自己的想法 搞得这场相声都快要说不下去 德云社的观众也是各顶哥的人才 听得相声多了以后 都开始和演员抢活干了 孟贺堂和周九良的一场相声 现场观众直接就当起了棚 周九良就站在旁边 听着观众给自己的搭档跑 从这以后 周九良也最愿意说这一段相声 因为台下一帮人花钱来捧 自己不用说话还能赚钱 现在哪里还有这种好差事 德云社受过观众祸害 还大有人在 秦潇贤和孙九湘就遇上了这么一位观众 俗称娥姐 樱嫖饶笑声向大蛤而得女 我śli不知道的事 这也是她和九湘的恶梦 德云社可是从不退票 娥姐作为德云社 唯一拥有退票资ос的观众 也可以看出来 这笑声是有多么的模型 还有什么是德云女孩不会的 相声演员唱的小曲杯的广告 他们都会 只要起个头 观众就能给你顺下来 孔云龙唱细皮流水 观众跟着一字不落地唱下来 张云雷一脸惊讶 变哥哥应该也没有想到 观众的实力这么强 这张云雷好不容易把你喊了 从地厅带到传红曲名 听完秦潇贤的相声 又把全部送回去 德云设的演员呢 花了几年时间练习的定场试 再拿到台上表演时 德云女孩可是把他们吓了一跳 每一段都能对答如流 久男每次说定场试 台下观众都能够答出来 连续说了四五个 观众都说了出来 气得当场就要离开 搭档给久男出主 让久男找一看 德云女孩不会的定场试 也得有德云女孩不会的东西 这就足以体现德云女孩的全能 他们把这种全能 也带到了其他演员的现场 月月和老秦都相继感受到 来自德云女孩的全能 听起来送老三 对对 然后再买大衣案 对对 我跟这个女儿唱 最后月月也直接开始摆烂 任由粉丝唱下去 自己则开始随着声音 摇晃起了自己的身躯 德云女孩们什么都会 可以说是全能 德云社的男粉 给相声演员另一种感觉 谁说德云社的男粉比女粉差 男粉揭查一点也不比女粉差 大哥的一句话 搞得老秦目瞪口呆 怀疑自己的听众 都是些什么人才 九南在德云社 以风风颠颠著名 这可把九南气坏了 拿着鞋子就要往台下冲 如果不是九城安着 可能就要和台下观众打起来 九南疯狗的绰号就是这么来 这个绰号被人熟知以后 观众往台上送的礼物 一个赛一个的气派 直接给搭档九城送了一条狗链 让九城好好看顾九南 孟赫堂堂主可不惯着他们 直接就对观众 对到观众声音颤抖 在周九良调侃孟赫堂 他们都离开了 自己也就意味着失业时 台下的大哥说出的话 也是让九良有了心理安慰 大伙说的是单口笑 单口笑是不太好说 为什么呢 因为输了一回了 你还不如一个投过西的 假头套当时说的都比你好 把您的假话说 咋了 我说的观众 虽然经常对得演员哑口无言 也经常拿演员杂卦 但是观众们还是 很爱我们的演员 每一位相声演员 也非常享受 和观众一次又一次的互动 让观众通过听相声 了解更多的中国传统曲 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学习中国传统曲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